大家好 我是J.R.R.雷心瑜 我最近派了一首新歌叫《無神論》 這首歌為何會叫這個歌名 因為想告訴大家 這個世界上沒有男神 可能坊間大家認為這個男神 代表一些很帥、很大隻、很有內涵的 或者男藝人所認識 但很有趣 Wyman寫這首歌的歌詞 扭一扭這個男神的詞 指每個女生的身邊 總有一個不小心喜歡的男生 便會把他神化成為一個男神 無形之中覺得他很完美 即使他有缺點 你將他扭成為一個優點 又會為他做很多很多的事 令到他會留意到你 但到最終你真的被這個男生傷了 甚至你發覺那個男生沒有像你預期之中 這樣對待你的時候 你就會很傷心 為什麼他要這樣對我 其實只不過這個男生 是你一直將他神化 和你自己想像出來 他是一個男神 他其實到最終只不過是一個犯人 他都是會犯犯人 會犯的所有錯誤 和會犯人會做的所有事 所以我們所有女生 不應該再神化一些 好像犯人的男生做男神 這首歌是很想把男性和女性的角色變成平等 就像其中一個歌詞說齋 就是為什麼要把男生擺到好像在台上的巨星 你自己就像一個樂迷在台下崇拜他 其實我們女性就不應該把自己擺到一個 那麼弱者 覺得要崇拜男生的角色 反而又很希望 就是Wymantine這份詞 就是認定一個女性的角色 就是我們希望在感情裡面 跟男生有一個對等一點 大家互相尊重和互相愛護的感覺 副歌前的詞就是很感性地說 很崇拜男神 很虛幻很超現實很崇拜的感覺 Chorus每一次就好像一個現實 突然間把真相擺在你面前 那種破滅的情緒爆發 為甚麼Wymantine會寫到這份詞 最主要是因為他聽過一些 我綜合了我自己和其他女性朋友的故事給他聽的 他就覺得我這個愛情觀裡面 這個可以為了男生很瘋狂這一點 這個point 覺得是頗有討論的價值和延伸的價值 所以他就拿了這個point 來在這個歌詞上去做 但這次有一件有趣的東西 就是在編曲上自己也有挺高的參與度 大家出到街上聽這首歌 展示大概做了六成左右 而最後這40%加進去的東西就是 Wyman填完份詞回來 我就給了一些意見給魏森一起去做 就是說這首歌既然是說神 即將一個男生可以神化到那個神的境界的時候 不妨在編曲上可以做多一些比較神殿 和營造到教堂的感覺 所以我就推薦了 可不可以在intro裡 加了一些教堂專用的辨子琴 和在music break裡 加了一隊我自己一人分析40人的 一個教堂的合唱團 我記得那天唱和音是唱到死了 即是自己高密度又要唱 低密度又要唱 中音又要唱 就是去營造一個教堂神殿的感覺 其實這次的MV首先要很感謝林德順 接受邀請他做這個男主角 當然是很有趣的 就是延續我們電影裡面的情緣 我們在1415年的時候 拍了一部電影叫做《死開D》 就是認識了 那時候在那部電影裡面 沒有說很激烈 很濃厚的那種情感 但反而我很喜歡裡面的感覺 就是我們整部電影 就是過半小時 可以營造到一個很甜絲絲 很勢力的一種感情 很希望如果找男神的話 我相信林德順會是一個挺好的人選 就是有很多女生是非常喜歡他 因為他又非常Sporty 然後又拍拍醜醜 說話又有些offbeat 就是有很多女生覺得他很cute 所以這次就找到他做MV男主角 自己在這個MV的拍攝上面 都有給意見 就是希望跟導演一起配合 可以做到一個真的神化到男生的效果 所以裡面有很多導演稱之為耶穌光的東西 就是譬如在上面 就是要找一些樓底高一點的Studio 才可以做到打點光下來 像是神的感覺 還有一些是在後面出來的光 就是希望可以做多一點 用一些Visual的效果 你營造可以神化林德順做一個男神的感覺 而找Alex來拍這個MV的時候 我就是在WhatsApp那裡發了一句 問他說 咦 可不可以邀請你做男主角 他下一個Voice Message 就是發你 咦 為什麼找我做男神 他真的這樣發 為什麼找我做男神 認得我漂亮不漂亮的腿 就是這樣 就是很有趣 女生會覺得他很可愛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適合做MV的男主角 還有很感謝整件事 無論拍攝的團隊和演員的配合 整件事我覺得現在做到的神化的感覺 MV過幾多男神 也能為了空心頭疼 已無下為此再失禁 自行內重寫愛戀的福音 迷信方間全問 那沉迷結果則不關 人生歸以後若更暗 何必發雕像 若以訴造成天國活塞 別再製造手 為了空心頭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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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們留意我的新歌 叫做無神論 和大家快點上各大音樂平台 去看這個MV